大家好,我是Den StriKids是2018年3月25号 以吴金、Bangchan、Lino、Changbin、Henjin和Felix、Sungmin、Ian 9位成员出道的男团 但是在2019年10月28号 吴金退团后 目前以8人体制活跃活动中 所以今天我们就来看一下 StriKids成员们的出道经历 吴金 吴金在成为JVP娱乐练习生之前 在SA娱乐与NCT成员们度过了一年的练习生时期 然后在2017年 吴金参加MNES生存实境节目StriKids后 成功在2018年以StriKids成员出道了 不过在2019年10月28号 因个人原因退团了 Pangchan Pangchan在欧洲上七年级的时候 原本平常都是搭火车上下课 但是有一天 母亲突然开车去学校接Pangchan 然后在回家的车上问她 要不要参加看看JVP在欧洲举办的征选赛 可能是小时候有拍过广告经验 Pangchan对征选赛并不陌生 答应母亲后参加了征选赛 还获得了在场评委的赞赏 在征选赛结束后 JVP的工作人员想要再了解一下Pangchan 于是就去了Pangchan的家 当时Pangchan在家弹了钢琴跟吉他后 JVP工作人员就更看好了她 Pangchan最终成为参加的800人中 唯一通过征选赛的人 2011年4月 Pangchan离开欧洲来到韩国 在JVP娱乐度过了7年的练习生生活 因为练习生时期比较差 所以与K7DCS TWICE成员们 也是同期练习生 之后在参加M.N.S.TREKITZ节目后 最终以StrekITZ的队长华丽出道了 Lino Lino在高中时期就已经是舞蹈团队的舞者 并参加了Pangchan酸胆的 Prita Urne Pita Numer Not Today等多数作品 而在这个时期 她开始有了想要当歌手的梦想 然后有一天 在参加舞蹈表演嘉宾活动的时候 被JVP的心探发掘 2017年7月15号 正式成为练习生 之后通过StrekITZ节目 再进入JVP娱乐短短8个月 就成功以StrekITZ出道了 可见是真的非常有实力以及魅力 JVP的Rip实力非常好 但JVP成为歌手的切记 不是Rip而是舞蹈 小学五年级的JVP在学校活动中 表演了P1A波的OK 因为当时同学们的反应非常好 所以从那时候开始 JVP就有了想站在舞台上的梦想 为了成为真正的歌手 他开始报名参加了选秀学院 当时学院要求学生从舞蹈Rip歌唱三种课程选择 最初强兵选择了歌唱课程 但一个月后 老师觉得强兵唱歌的时候的发音 很像在饶舌 就建议他试一下Rip 就这样在不断的努力下 强兵的Rip实力越来越出色 之后通过争选赛进入了JVP娱乐 2017年参加StrekITZ节目后 最终以StrekITZ的成员成功出道了 小时候在美国拉斯维加斯就读幼稚园的Hen Jin 一开始的梦想是成为一名足球选手 但是在中学三年级 Hen Jin与母亲一起逛街的时候 被JVP娱乐的心态发掘 收到了名片 一开始Hen Jin有怀疑 这是不是诈骗 但在网上查到与名片上一样的名字后 就参加了争选赛 而在这个时期 Hen Jin不只是通过了JVP娱乐的争选赛 也同时通过了其他公司的争选 在经过谨慎考虑后 Hen Jin最终选择了JVP娱乐 之后在参加StrekITZ节目后 成功以StrekITZ成员出道了 小时候在马来西亚生活6年的Hen 在15岁回韩国后 开始有了想要成为歌手的梦想 而他不仅仅是空想 Hen为了成为一名歌手 非常努力地练习了Rap 在出道前就已经有了相当的Rap实力 之后在2015年Hen通过学院召开的争选赛 成为JVP的练习社 2017年参加StrekITZ后 成功以StrekITZ成员出道了 Pelix 澳大利亚出生长大的Pelix 在2016年的有一天 JVP娱乐的心态在网上看到Pelix跳舞的影片后 就发了私讯给他希望Pelix能参加争选赛 但当时因为毕业问题Pelix在一年后才来到韩国试镜 成为JVP娱乐的练习生了 而在成为练习生的6个月后Pelix参加了StrekITZ节目 但是在第八季的街头表演任务之后 因为韩文水平不足而被淘汰了 不过 在通过观众们96%的投票支持后 最终以StrekITZ成功出道了 Sung Min Sung Min在小时候想要成为一名棒球选手 但由于家庭因素无法继续 在小学四年级的时候 Sung Min参加了童谣大赛 获得了奖项 并加入了合唱团 从那时候开始 就有了想要成为歌手的梦想 之后在2017年1月 参加了JVP第13期公开争选赛 以第二名的成绩成为JVP的练习生了 后来在参加StrekITZ后 以StrekITZ成员成功出道了 I.N 釜山出身的I.N 因为学院老师的推荐 参加了JVP娱乐到釜山举办的学院内争选赛 虽然当时I.N通过了第一轮试镜 但在第二轮淘汰了 然后在一个礼拜后 JVP娱乐的工作人员突然打电话给I.N说 如果我们再去釜山的话 可以再来试镜一次吗 希望那之前不要参加别的争选赛 等待我们 但I.N还是去参加了别的争选赛 结果在6个月后 JVP娱乐真的打来电话后说 会去釜山 就这样通过釜镜成为了练习生 之后在参加3Kids节目后 成功以3Kids的Maknet出道了 就这样 3Kids在2018年3月25号 以主打歌Dixstreet9正式出道 连续两周在各大音乐节目拿下第一等 获得了许多当年颁奖典礼的新人奖 从2020年MNA亚洲音乐大展开始 相继拿下了年末音乐节目的大奖等 展开了3Kids的全胜时期 希望迷孩们继续走划路